Lio聊四季 天天都更新 大家好 我是Lio 今天要來看一場特別的團戰 這場是2v2的對決 跟我們昨天的影片一樣 今天是新年的應該算是第一天了吧 先跟各位祝一聲 新年快樂 這場比賽算是蠻特別的一場 因為這個賽爾特人 在雙人團戰來說是蠻少出現的 賽爾特人算是團戰很強的一個文明 但他在兩人團戰 甚至在三人團戰的時候 耀眼的程度 並沒有那麼的好 雙人團戰的一個 賽爾特人 我覺得可以吃得來看一下 好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 賽爾特人的能力吧 賽爾特人的能力 伐木速度是非常快的 應該是全友系最快的文明 讓他造就這個優勢 不管是要讓他撒田 或是城堡時代快攻 都有一定的優勢在 所以這個賽爾特人的玩法 算是比較深奧的一個文明 他的打法非常多變 那我們再來看他的隊友 他隊友是瑪雅人 那這個組合就很不符合 這個雙打的一個文明 雙打文明都是配一個公兵國 一個騎兵國 雖然賽爾特人本身也有遊俠 但他本身遊俠是殘廢的 他的遊俠是沒有三級防 也沒有品種的 所以這個賽爾特人 可能要到城堡時代 才會比較有這個騎兵的味道出來 直接下個寶兵 然後出個UU之類的 蓋城堡然後出 賽爾特 狂戰士 賽爾特送爛武士 我在講什麼 可能就會當騎兵來用 但是這個騎兵出來時間就偏晚了 而且也不太容易跟對方騎士的 所以現在我也不太懂 這個 這兩個文明是怎麼打到後期的 因為我前面也都沒看 我只有看到最後面結局 但我也不知道結局誰贏了 好 瑪雅這個文明最大特色是 這個志願永續的部分 不管是你踩這個大象還是綿羊 這個志願持續量都很多 還有金礦木頭這些都是 所以瑪雅人玩到後期 你會發現其實志願用起來 還算真的蠻多 很好用 再來就是他這個戰毛兵 有這個雙劍效果 可以一次丟兩發毛兵 所以打到後方這個散彈毛兵 也是蠻誇張的強勢 那主要他的老鷹呢 也是血量最多的 有這個黃金國老鷹 那主要特色就是大概是這樣子 那大概就是弓兵很便宜 好我們就要來看一下綠色 綠色的文明是不列典人 那不列典人的話 算是大家很熱門的一個文明 因為他吃癢的速度很快 然後這邊 吃癢的速度很快 又可以去一下這個軍 去打一個民兵 早期快攻 但是近期的一個不列典 打法多算是比較正常一點 都是這個雙射箭場開局 然後不會去打一個 可以按時代棒棒快攻 因為這個很容易會傷到自己的經濟 上風力時代可能會有點晚 而且如果真的打這個棒棒快攻 可能打到東西還會害了隊友 所以近期的不列典都算是一個正常開局 不會因為自己吃癢的速度快 就去打這個棒棒快攻 好那我們再來看一下 下一個文明好了 這個不列典我們後期再講 下一個文明是西班牙人 西班牙人團戰來說的話 最強就是他這個西班牙征服者 所以他這個文明 在團戰來說 封建時代是他的關鍵期 那封建時代要怎麼打 是個問題 可以打這個馬或者是工兵都OK 重點是要趕快上到這個城堡時代 你上到城堡時代 西班牙人整個人的人權就不太一樣了 就會非常強勢 這個西班牙征服者一出來 想甩誰就甩誰了 這個騷擾的強度非常強大 好那大家也差不多快要點封建 快要點好還有一分鐘 那目前配置看起來西班牙是打一個正常開局 並沒有要打那個怪怪什麼 黑跳城為死之類的玩法 算是沒有賣隊 那我之前有教大家玩這個 寶兵直城的一個出西班牙征服者的影片 那這個打法雖然是說團戰四合 但那個團戰四合是要指你要跟隊友溝通好 才可以這樣打 那為什麼要跟隊友溝通呢 就要讓隊友知道 他出兵的話他只能靠自己 不能靠你 所以他可能要一打二或鎖在家裡 之類的 所以這個打法是非常不建議的 就是打野團使用 除非你是跟認識的人一起玩 或是隊友聽得懂你的語言 也認同你的戰術的話 才可以打這個27匹寶兵戰術 好 那這邊西班牙 遇到的是賽爾特這邊的棒棒早期進攻 這也是三棒棒 但這邊棒棒出來的時間 沒有第一時間就到家裡有點尷尬 還在路途中在升裝甲 那這個時間點 工兵早就已經可以出來了 但是第一時間西班牙卻沒有挖金 所以這邊棒棒可能被封 有可能是可以燒得到點東西的 畢竟還升了裝甲 而且賽爾特你的步兵速度 很快啊 你看這個跑速 跑得稍微快一點點 有點像這個老鷹的跑速 當然還是比老鷹慢了一點 這是1.10 那裝甲位是1.03 大概差0.7的跑速 好 那這就是我說的西班牙前期 比較難玩的地方 就是這樣子 封箭時代是西班牙人最難玩的時候 那7次他也可以正常的挖金礦 然後開始下射箭場 欸等一下為什麼我這隻怪怪的 人家賽爾特人都 都轉工兵了 都轉工兵了 這賽爾特人單挑在打是不是 為什麼越來越奇怪 奇怪這個賽爾特怎麼 工兵一直在出啊 好 那西班牙這邊 直接決定要插箭塔 驅散一下敵人 那這邊賽爾 如果是要打箭塔的話 這邊石頭趕快挖了 OK 石頭在上面 好 沒什麼問題 好 這邊打架 快打起來了 工兵加上自己架的刺猴 直接包抄這裡的單位 那目前西班牙跟馬雅 跟不列典這邊好像是比較正常 就是騎兵跟工兵一起連動 那馬雅呢 反而是自己子儀 反而想要來支援 但是有點太晚了 看到隊友全滅了 但是賽爾特這邊也是出工兵 兩邊都沒有騎兵的優勢在 所以要防守 要小心一點 想要賞賜把自己家裡圍死 賭下口會比較好 不然騎兵溜進來會很麻煩 不然騎兵 這邊工兵過來 不列典工兵綠色 加上藍色的西班牙的弱馬 這個戰術可以 這邊再稍微射一下 可以能收得掉嗎 收掉了 後面獅子王還在輸出 這邊稍微要堵一下 這邊是可以繞過去的 剛剛可以繞完 是我的話 我就想要把這裡堵起來 然後這裡再把他封死 不然可以讓敵人這樣繞很麻煩 然後不列典看到對手 賽爾特加里已經圍死了 那瑪雅這邊也是 加里也是圍死 直接圍死 沒錯 不然這邊騎兵繞進來 真的沒救 因為自己要應付兩國 哇這個賽爾特 跟瑪雅 都是DS戰隊的 但他們戰法完全就是 看起來是在打單挑 不是在打團戰 玩起來非常特別 那工兵也沒有非常多 家裡 因為有一隊已經出門了 在這裡 這工兵能射到嗎 沒辦法 直接收村 應該可以跑掉 這邊工兵持續想要找個地方PO一下 這邊稍微把村民拉過來 拔木 避免被這個工兵射到 這就是一些操作的細節 不然你自己原地伐木的話 還是會被射到 三方再度維持 然後齒猴開始往左邊走 決定要再去找賽爾特 但賽爾特加里也是 打一個工兵防守路線 這就是賽爾特雙打一個問題 他不能當工兵給我打 然後又不能當騎兵給我打 雖然上城堡時代也是可以出騎兵 但是就是沒那麼強 那他這邊打工兵我覺得相當有趣 賽爾特人確實打工兵 好比起 打洛瑪好像好一點的感覺 但我覺得打洛瑪可能會更適合一點 畢竟自己瑪雅是 工兵國 如果是我的話我玩賽爾特 我應該會玩奇兵 就是玩赤猴 但是玩起來赤猴又沒特別強 這就很矛盾 而且你這個赤猴的科技 到了城堡時代也不會繼續用 這邊直接兩邊工兵 我直接進來對射 這邊賽爾特是想要賣隊我嗎 第一時間 試射工兵 兩邊工兵對射 這邊赤猴想要吸傷害 但是沒有騙到 這邊赤猴一直沒做事 哇這邊直接被敗退 破裂電工兵直接撤了 完了不完了 好麻煩啊這邊工兵 升到城堡時代 那賽爾特這邊是更早升 工兵按的更少一點 那這邊工兵可能會直接送掉 可能連這個奴兵升級 或者是二級射都不會一點 說不定 那這個前期的投資資源太多 但是現在不升級的話很尷尬 這工兵 這只是工兵 殺傷力又差了一些 兩邊開始再做一個 專心開農動作 家裡開始補下一些防守建築物 不要忘了他 還有守住主經 因為剛剛有一坨工兵不知道去哪 所以 瑪雅這邊有在稍微防守 那他這邊意識的不錯 這跟劍塔就差得很好 好那兵終於來到了瑪雅家裡的附近 這邊工兵努兵也升級好 直接射掉兩村 那第一時間賽爾特也升級了 這邊是賽爾特的 不好意思 紅色就是賽爾特 殺掉兩村 那瑪雅這邊要再等一下 奴兵也升級好 第一時間受創的是不列顛 不列顛 這邊工兵也在等升級 但升級還差了一點點 家裡工兵還在繼續做生產 奴兵二級射點下 拆下TC 直接開3TC喔很早 那如果開3TC的話 這邊工兵沒有彈到血 第一時間沒有彈到血 欸可能也不會喔 太大強勢了 一方喔 因為其實不列顛 有一個打法是開單TC喔 然後點彈到血 然後打強攻路線 然後直接樹地王挖石頭 然後巨頭開T 然後再點這個戰狼號 當火炮用 狠狠的一個打法 超級誇張強 這個打法最近一直都沒出現喔 所以沒辦法跟大家講這個 不列顛巨頭樹地王的打法 這邊工兵直接被包抄 瑪雅跟賽爾特的雙工兵 直接把不列顛的工兵 全部包抄掉了 這邊刺猴跟騎士 欸這邊是直接出了征服者 征服者已經出來了 城堡時代就是征服者最厲害的地方了 但這時候征服者會很尷尬 或是現在被工兵counter 在賽爾特人這邊持續出工兵 好像也是好吃欸 難道這個玩家已經意識到了 對方上城堡時代會出 征服者的關係 所以才繼續出工兵嗎 說不定是這樣子 欸這樣好像有道理欸 我雙 在這個雙打來說 很少會看到這種雙工兵果的一開局 我覺得蠻特別 好 這邊小心 好 那不列顛 那不是不列顛 瑪雅跟賽爾特這邊還補下彈道學 連賽爾特都補彈道學 這個真的是蠻有想法的 好 這裏圖工兵想要來解下方這邊燒了 火槍兵 A就打 這邊清洗兵一來 直接回頭射掉一隻 第一直接上高地 反擊西班牙征服者 現在有單道學了 好後方的工兵 不列顏想要用自己的射程優勢去跟對方換 這邊不列顏在秀操作 兩邊工兵在對射 但是賽爾特這邊工兵沒有二級甲 射程是7 不列顏是射程8 他只能利用這個一點射程去跟對方換 一個沒空還是會被換掉 那不列顏不顯也有這個彈道學 所以射的也還算是蠻準的 但是賽爾特也是有 邊對射 哇這邊還秀操作 瘋狂躲動 躲動了一些 但是我單道學器 射的還是蠻準的 史上還是有點慘重 這邊卡本瑪雅 注意做進攻 西班牙這邊有點麻煩 要不要轉一些頭車或奴炮直接來撿呢 但西班牙征服者持續往外送 現在家裡資源可能要轉奴炮也是有點困難 這邊要占星趕快3TC開灑田 這邊直接走進來 哇太狠了無視劍塔 直接吃這個箭矢傷害走進來 這邊現在有彈道學圖村是非常快速的 這邊瑪雅的心態就是這坨工兵送掉也要打到東西 不然西班牙農太爽他們兩個沒有馬國 打到後期會有點難打 好一定要打到點東西 這邊打一打過來 結果家裡賽爾特自己家裡也著火 目前落後的是瑪雅跟賽爾特這邊村民 非常落後的大概25村左右 那這邊不列甸3TC弄得蠻快的 應該第一名應該是賽爾特 賽爾特 不是賽爾特啊這個不列甸 不列甸已經83村了果然是第一 應該他的兵偏少 應該是 研判是雙 2到3個射箭場在出兵而已 並沒有太多 這邊 能包到這一波嗎 可以先射死一隻 希望征服者 但是有彈道學很準 想躲箭矢 能躲掉嗎 OK 包住了第三隻 第四隻喔 賽爾特後面開了TC 這邊應該是要先趕快開始 那這邊工兵沒有再繼續出了嗎 還是有 所以工兵出量還是蠻大一坨的 但是這邊又遭遇到不列甸的工兵 不列甸的工兵射程優勢還是有 繼續多射擊 損失數量有點多 直接死一片的工兵 好 第一速度非常快速 哇 全部被不列甸吃光 好 兩邊 打的時間越拖越長 瑪雅這邊工兵 海苔繼續出 那瑪雅這邊是4個 4到5個射箭場 想要來把這個數量繼續撐起來 但是這邊 射箭場越出越多 地方時間就越往上 結果他已經上了 他是上了之後才補射箭場 那真的就不會拖到時間 OK 我想說他這樣出的話 可能會越來越往上 好 西班牙左邊直接壓寶 要來進攻 那這邊應該是不會打 我們來看左邊 左邊直接壓在正面 後面有西班牙征服者 第一時間沒有去阻止對方來蓋城堡 反正是跟對方蓋 但是西班牙征服者的村民蓋建築書 非常快速 可能會幾乎同時間蓋好 哇靠 居然還比對手還快 這就是西班牙 太扯了 建招速度超級快 那這邊一蓋好 開始在產這個單位 產這個松蘭武士 松蘭武士就可以當騎士來用 他跑得很快 松蘭武士最大的特色 跑得快 造價便宜 當騎兵沒什麼問題 而且還不怕騎兵 這個屬性還算不錯的 可以把他當老硬來用 也還蠻不錯 雖然老硬比較抗箭矢 雖然雖然武士超怕箭矢 就蠻尷尬 好 不列電弓兵 一直逼退瑪雅 瑪雅確實 要等一下 最好是等一下這個自己與射手出來 才比較好針對對手 但第一時間上地龍時代 還是要先出劇情投資機 拆對方的城堡 這邊送城堡 這邊沒有用這個炸烏桶嗎 這邊有出炸烏桶 但是 賽爾特並沒有出 賽爾特城堡可能會被炸烏桶給炸掉 這邊距離夠近 其實箭矢射不到炸烏桶 裡面11吋也沒有離開 繼續增加這個箭矢傷害 那右邊補下了一個城堡 這四邊 וב� 呜呜呜 咦呜 啾咦 啾咦 好 那這邊炸彤應該再來一發就可以解決掉這個城堡 但是這時候賽特也上了帝王時代 這邊還在升步兵的一個升級 兩邊都打得非常的龜喔 很濃 最後的炸彤往後走 笑死了 最後的炸彤往後走 沒有炸掉 這個畫面有點醜 不忍直視 上帝王時代第一時間西班牙選擇出肉 而不是出遊俠 西班牙也是有遊俠 通常城堡時代出西班牙征服者 西班牙到了後期還是要出遊俠 去跟對方做一個正面對抗 再來就是西班牙的一個貿易 也是相當快速 基本上打盆戰隊友有西班牙 貿易沒什麼困難 哇靠這個直接圍死 太狠了 直接關本獸 好 我們看一下右邊戰線 電源戰線 塞爾特把自己的弓兵派到右邊 瑪雅這邊一起想要來防守 這邊 進攻 不列顛城堡的一個位置 不列顛到了地獄室在射程非常遠 一隻弓兵射程有10 再點到這個義勇騎兵之後 強弩有11射程 但這裡還沒有點 因為這個義勇騎兵 科技 資源消耗非常大 而且還需要城堡才可以幹 帶這個科技出來 那目前只有一個城堡 這個城堡也沒產巨團 怪怪的 然後目前洛瑪到處再燒了 直接開一看 但是加里塞爾特有疾兵 有疾兵的話應該是能擋住了 城堡也終於也掉了 不列顛這邊決定要跟對方對射 瑪雅這邊對射 結果覺得自己速度還是有點差 雖然自己的射速比對手還要快 原來對方不列顛是沒有拇指環 黃色這邊點下大衝車升級 瑪雅最強的地方就是有大衝車 配上自己的瑪雅與射手 機動性死者 然後侵略性功能又強 有人說他是 洛瑪版的蒙古 瑪雅有這種美誼 他確實感覺蠻像的 他的與射手很像蒙古的這個 馬攻一樣 這個蒙古圖技一樣 射的跑 射的快 就跑的快 所以這個與射手 要找個機會出一下會比較好 那打對方不列點的話也比較好打一點 因為我記得不列顛 這個與射手好像是比奴賓射速還要快 那不列顛又沒有拇指環 所以射速上會更慢一點 所以出與射手感覺是絕對扛可對手的一個選擇 雖然打遊俠可能有點困難 因為這個與射手基本傷害並不高 只有九弓而已 偏低 五加四 化學三級射 三加一 基本上是五弓 那這邊沒有出與射手 繼續出這個奴賓 強奴賓一直出 這邊薩爾特人已經開始在慢慢圍自己的家裡了 開始把這個靈體化分出來 那目前 瑪雅這邊也是喔 可以把自己的靈體慢慢圍了起來 看居然是一隻可能被抓到 一個是收掉 正面薩爾特把自己加一個內換城堡也解決掉 走到了薩爾特門口 繞了一圈 找不到東西可以打 怎麼撤退 這邊瑪雅上個高地對射 這邊賺到了蠻多村的 但自己也是倒了蠻多的 這邊對方有射程優勢喔 這個集火可以同時集火一直沒問題 但目前沒有起兵國籍困擾 這邊出擊兵沒辦法去包這些工兵喔 侵略性來說跟戰術性選擇就會稍微少了一點 所以薩爾特跟瑪雅這邊的一個問題點 是機動性不足 可以考慮一下讓瑪雅直接出黃金國老鷹喔 去包巢 但現在沒人出工兵的話可能又有點尷尬 畢竟工兵也是需要的 這邊衝車也在出 兩邊都有在生產衝車 這邊第一時間瑪雅已經出好大衝車要來都更了 第一波都更 跟普列典能守住嗎 工兵這邊一次排開直接原地射擊 射掉了一些疾兵喔 薩爾特人家裡並沒有想要正面決戰 自己只有疾兵跟工兵喔 真的是打不過對方的一個強武喔 不如直接把工兵喔 跟這個疾兵拍到上半喔 跟普列典一起做封箭動作 但是家裡要怎麼防守就是個問題 家裡可能要趕快點下這個銀罐 那薩爾特的銀罐可以增加城堡跟電塔的攻擊速度 這邊還點下金瑞收藍武士 那家裡用收藍武士手好像也可以喔 沒問題 那這個三方可能就趕快點 這邊幾兵過來 很有效的保護了馬拉雅的強弩 這邊衝車拆防止速度也是非常快速 目前薩爾特 家裡也守住的感覺 全力的來幫助普列典這邊做進攻 但普列典這邊突然倒了一堆弓兵 哇 原來左邊普列典 過來了 馬拉雅這邊突然倒了一堆弓兵 但這邊騎馬的騎兵也淹了過來 剛才做一個包抄 但這邊薩爾特的疾兵需要非常多 這工程式也沒辦法鎖住啊 倒了一台 這樣後續應該是能解光 這邊解光疾兵之後 騎士再上來 直接開騎 沒有騎兵國怎麼打 騎馬拉雅這邊騎得上來 四巨頭 雖然拆掉城堡 但是沒有騎兵了 騎士直接無雙開砍 馬拉雅這邊開始有點後繼無力 騎馬拉雅這邊也沒黃金 可以直接出騎士 他直接轉這個弱馬出來 這不是這 這個是不列典弱馬 那騎馬拉雅後面弱馬也出來了 這時候紅色薩爾特已經開始在按堆貿易車隊了 開始要來跟馬拉雅做貿易 這貿易時間真的蠻早的 但這邊感覺快要撐不住 不列典想要上高地 但這邊有城堡在輸出 其實不太好 上這個高地並沒有太失效 這時候騎馬拉雅後期到了 勇俠也轉出來 沒有問題 原裝的勇俠 單攻三防有品種 有好處 最基本款的勇俠 其實現在沒有紙兵有點難受 賽爾特來到前線 再來下一隊軍營 要來出紙兵幫忙馬拉雅這邊的強弩 好 中間攻堅不成 決定攻兵要南下了 看來中間不成 能往別的地方打 好 這邊打了一波大衝 對上是不是 奇怪的 畫面 這個屍體 綠色一大堆 本來想要裝那個血腥模組 但是我怕Youtube不給過 所以我在考慮要不要裝 但這個C2模擬器又有個問題 並不是所有的這個模組都吃得到 所以 最近我在考慮要不要用這個模擬器 不要用這個模擬器 反而是直接用原本的遊戲內容 去入製喔 會比較好 因為原本的遊戲內的話 就可以有效的 把這個模組 給用出來 欸這個Blaiden怎麼直接撞城堡 有點慘 欸 你就這樣遠地在城堡 底下 開射 這個畫面 有點怪 好 蠻好的工兵過來做拯救 上方冒陷可能比較難打 哇 這邊不列電工兵直接被痛擊 看這邊更多肉麻過來幫忙 貼一點劍的傷害 幫助工兵部隊撤退 好 上方這邊開始蓋萬里長城 而且還有城堡 這邊賽特也來蓋城堡 一起努力守護上方的貿易路線 那西班牙他們這邊還沒有開始生產這個貿易抽退 那這邊他們已經開始做一些貿易了 貿易有一段時間 但時間也沒差多少 塞爾特這邊很飄躁 那西班牙這邊也開始再出了 這邊這邊過來打個一波 勇俠直接被解決掉 勇俠的威盛力越來越差 塞爾特步兵跑得快 很容易就可以貼到勇俠 這邊還直接上車 欸這裡要小心 哇這裡要防守 直接戳上去 沒問題 哇這個直兵很痛 西班牙已經被戳到沒有黃金了 好那瑪雅自己也點下黃金果 有黃金果的話 打對方的一個 長工兵 或是強母 都很好用 就不一定要靠自己隊友 去幫忙打這個 工兵 自己就可以用老鷹解決了 其實打到大後小好像都是這樣子 自己都會出一些比較 能打的兵種出來打 不一定只有單一兵種出到底 塞爾特這邊攻擊速度很快 順帶一條 塞爾特工程器的攻擊速度 是遊戲裡面最快 這個衝車好誇張 直接來中PC 超高速都根 雖然移動速度慢了一點 沒有下蒙5這麼快 但只要被貼到之後 這個速度超快的 好那這邊 不列天跟西班牙打出了GG 這邊已經入行到了西班牙這邊 西班牙也完全斷經了 開始在出肉馬 一直出肉馬也確實打不贏 這個疾兵攻速度 那這邊貿易線 又被 塞爾特跟瑪亞拿起來 這個結局跟我想的不太一樣 我以為西班牙跟不列天應該算是比較有力的 因為畢竟是一馬國跟一公兵國 但反而是這個步兵國 加上 加上這個 不列天喔 不是不列天 瑪亞 這個連擊喔 確實做到蠻大的效果 但我覺得他們應該是有溝通好 因為他們是同戰隊的 所以默契上來說是很好 但如果是打野團的話 這個畫面絕對不會出現 就是疾兵去幫忙 之類的 這個畫面屬史南德已經 這真的需要語音喔 一起溝通喔 才可以打得出這麼好的一個聯動 好我們來看一下 稍微看一下經濟喔 經濟 我覺得蠻有趣的 這個團戰經濟 可以很明顯看出 什麼樣打法 可以讓這個經濟特別突出 之類的 那這邊塞爾特應該是第一名 沒錯 畢竟自己本來就有這個木頭的一個加成 那其他食物的方面 西班牙這邊比較多 西班牙是出馬國 所以會比較多一點是正常的 黃金上來都是 瑪亞這邊比較多 因為畢竟有這個永續支援之外 這邊還收了 這個是怎樣 收稅嗎 還是買賣一波嗎 有點看不太懂這個英文 那石頭是賽爾特挖的比較多 那總體而言看起來 瑪亞這邊跟賽爾特這邊 被騷擾的程度 並沒有那麼嚴重 西班牙這邊雖然有征服者出來 但並沒有打到太多村民 所以有點可惜 陳寶時代也是上去一下下 然後馬上就遞亡 陳寶時代中間的一個 打的時間不夠長 所以讓西班牙並沒有長到太長的一個甜頭時間 到了後期 尤俠雖然有出來 但是後續沒有跑貿易 這尤俠也只能出個一波到兩波左右 後續的沒有黃金 讓尤俠也沒辦法成軍 後面也只能出大陸 所以讓賽爾特跟瑪亞的進攻 達到一個不錯的成果 好啦 那麼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裡了 如果喜歡的影片的話 請再幫我按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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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混音 都看起來